今天呢是算是第一次做這種 磕棚釣魚 我之前做過罰嗎 好像做過一次耶 反正就是做罰出去 然後在港內那邊磕棚上面做釣 所以目標魚種呢 想當然大概就是黑格啊 他是看流水的 他應該有黑牛吧 也不是不可能 不知道啊 反正釣魚永遠都是 騎什麼魚就是什麼魚 像底漆你永遠不知道會有什麼魚 你也想不到底漆有可能有大石斑 好啦 我們待會就直接做罰出去 然後呢 用羅去釣 黑格 因為之前去做法是 我們是用路牙去玩 然後這次呢是用羅 規律可能會下降一點點 路牙規律比較高一點 然後在法上做釣 安全是手中 我們要穿救生衣 穿這麼厚 而且他釣到水裡也是浮起來吧 都鼓鼓的 好啦 其實穿穿的 然後我今天有帶那個黑吉桿 不是用錢打的方式 那我們待會就go 出發出發 要去找點 好 今天來帶我釣魚的是文正 耶 大家應該很多人都看過他的影片了 你算是釣黑格這樣打螺的方式 算是pro 我怕你會說不是 釣了多久 釣零 什麼都釣 對 我知道你什麼都釣 你該不會是那種 比如說40歲 然後釣零40年的那種吧 沒有啦 我六歲的時候 我人家說在擠零 喔 淡水就一直 休閒時那種 喔 所以你從淡水玩到海水 淡水 然後我小時候騎腳踏車去山上的小溪裡面釣 喔 可是厲害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欸 它住在一個不靠海的 周圍沒有任何水的城市 南投的朋友對不對 對 都沒有水 它還可以釣魚釣得這麼專精也是厲害囉 是 是 真的假的 給我一打 這是 零零牛 布丁哥 布丁哥 喔 欸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前輩 他叫我姊 我采真姊 采真姊要在秋朝科 采真姊 欸 你好 你好 好啦 他今天也是在釣的人 只有兩個高手我今天不怕歸了 我講這句話就是要讓他們壓力很大 要釣到魚就對了 我們現在到釣點了 準備要先打ASA 打完看魚會不會來 放下去 你看那個布擋 布擋到那邊 我們現在已經到魚了 它浮飆 剛好水流大的話 這樣是剛好 因為我們要刀線 刀線那個它的線主會打斜的 喔 對 直接會往上挑 它現在流慢 流慢的話我們就不用挑到那麼深 要放下去直接一定要往後 不要說往前這樣放下去 喔 這樣 稍微那個狗子會勾到那邊 嗯哼 這樣放下去 喔 然後 你看那個布擋 這個手指頭按住 就會被 然後它在跑 釣黑釣齁 唯一的幾隻 就是怎麼樣刀線 不要讓它流那麼快 再放線 然後 手放開再放線 然後 就按住 再刀著 其實這種流動的話 你直接把它刀死個 來 來 對 有 有 欸 真的耶 小魚在野 嗯哼 有 有力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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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對啊 叮咚叮咚 咬得很殺 但咬得很遠 嘿 其實也不當好殺 它是像滑樓梯這樣滑下去 然後開箱 我剛剛猶豫是不是 掉底 它咬的瞬間 還蠻有力的 然後後來越拉越覺得 嗯好像還好 就是好像力氣很快就沒了是嗎 會很重 所以會打死 喔 喔 水煮 要拼住 它拼住 再來 慢慢打 喔 它的牙齒超利 你要不要看它的牙齒超可怕 牙齒很大 很驚人 手咬到很痛 喔 對喔 它都吃可可那麼硬的東西 鬆脖 一直轉移到下面 好 我的新郵票 我今年還沒有釣過 這個太小了 我們放它回去 等它長大就跟它玩 它會告膩嗎 就是回去跟它爸爸媽媽說 有人在釣魚嗎 趕快走 那個 喔 好 掰掰 有種魚啊 對啊 喔有力喔 這可能比剛剛的大喔 沒有 沒有 有啦大一點點 大一點點 大0.2 叮噹叮噹 一隻比較大一點 大很多 給你看 大多啦 對 這魚是公的 你信嗎 蛤 魚是公的 有母的鵝 這種尺寸 應該也是公的 應該是公的 應該是公的 因為它是雌胸同性 喔 它搭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嗯 變成母的鵝 喔真的啊 原來 都是公的 但是這種尺寸也是有母的 就是它可能要變了 這種尺寸 再上去 也是母的 喔 喔 那這個尺寸是 可以吃的了嗎 對啊 這個 黑格不錯吃啊 黑格不錯吃啊 嗯 巴掌魚上 我只是看那個身體嗎 小魚 喔 耶 有著落了 好帶回去 小夜 烤魚 小夜 烤魚 小黑魚釣這隻好小喔 它都還沒變色耶 喔這是沙閣喔 我看有人youtuber 釣起來的魚要親吻一下 然後就綁下去 真的魚太小 真的魚太小 怕嘴巴好像咬住了是不是 好我們起大魚的時候再親它 為什麼要親一個生的魚喔 奇怪喔 GT我不會親啊 你親啊 售給你親 好啦太小了放生 沙閣體型普遍比 黑格小對不對 沒有喔 沒有喔 我沙閣沒看過大的 8斤喔 兩斤多 買到 靜情愛涼催心 文正等一下會一直握我 我會被你的台語笑到中風 我們打麻將 我們玩那個2010塊的 他會覺得沒感覺 他要玩的就是大的 要釣大魚 然後我剛剛騎的都是小魚 沒feel 沒關係小魚讓我們小朋友來玩 待會有大的你在出手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剛剛是我們到的時候 6點半左右是乾草底 現在開始在漲了 那在漲的時候我們 文正就建議我說 浮標 就是調深一點就對了 因為水位上漲了嘛 就是調深一點 剛剛深一點的時候 就屌對了 所以你自己要去抓一下 什麼時候會屌對的那個距離 咬得很小心翼翼耶 剛剛那個溜滑梯是很慢的下去 大隻的 大隻的 剛才真的非常快 哇勢 對啊 跟著文正走 冰箱會爆桶 啊...我們釣比有很多耶 沒有 是你教我一些美鎔 我其實很少用這樣的釣主再釣魚 這一隻很粗 打到嘴皮子而已 真的 打到嘴皮子而已 要釣魚 真的 會看流水好重要喔 直接抬起來 吞勾了 因為我剛剛開得很慢 我在想是障礙還是那個 所以釣魚好多美嘎 它好多外在因素要評估 文正會說像這邊的水深不一樣 那邊比較淺 這邊比較深 因為你不可能量的每個位置都剛剛好啊 釣完了 我們今天上岸了 我們今天算提早結束欸 我很少釣魚釣到這麼有效率 早上一波 下午一波 對對對 中午還可以睡午覺喔 這個釣魚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自己認識的人開才可以 不然它是把你放在棚上 晚上再來接你 中間 下午啦 開拔的話就很方便 肚子餓可以開回來那個橋下那邊 走過去有那個便當可以買 還有食物可以吃 對 我們今天的釣礦呢 之前來講 以前釣到現在 今天算是繞了 不好 算是很差 但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台灣這邊風最小 但是縮小也是還很大啦 還蠻大的欸其實 下午比較明顯 今天是大流水 水一定會濁 所以盡量找一些 比較淺場水比較輕一點的地方 去那邊還好 我今天有問文正 為什麼水濁魚不咬 是因為蜘蛛不咬不咬嗎 不是 來 老師請解答 是因為喔 是靠塞過濾氧氣 濁的話就是泥巴啦 沙子啦 它在過濾氧氣的時候 塞會卡住 變成它含氧量出足 就缺氧 缺氧會怎樣 所以它們鎖就缺氧不咬了 但是有一種魚 它水濁沒有關係 就是那個鮮魚類 無鱗類的啊 沒有鱗片的 鰻魚 刷摸摸 鱮魚 也算也是 鱮魚沒有在海裡啊 哈哈哈 我講了 我講了一個碳水的 好像有點剪掉 因為它們可以透過皮膚吸收氧氣 對 它有塞過濾氧氣 還有皮膚可以本身吸收氧氣 嗯哼 所以水濁的話 那種魚會特別多 哦 原來 其實有很多美感 它真的是老師耶 你們以為它都在釣魚喔 它其實是在教學教你們 它是知識型的Youtuber 我們是娛樂型的 然後今天的釣的呢 有 一斤吧 我不太會評估大小耶 這隻 這隻應該有一斤吧 超過一斤 超過一斤耶 拿起來好沉喔 這尾大概有一斤這樣 這尾大概一斤 哦對 比較小型 小魚咬的今天也很多 然後你今天釣什麼斑桃 斑桃啊 什麼之類的 我們都丟回去 太小了 十斑 哦還有十斑 對對對 它還有釣到十斑 今天算是我第一次體驗這種羅釣 它其實是水很深的一種釣法 早上不是羅釣 可是它的釣法他們叫羅釣 釣粉 釣粉 釣雞釣 算雞釣 對 下午水變輕一點 才會釣羅 嗯哼 所以兩種釣法 對 所以其實你要釣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狀況 跟不一樣的釣法 算是水很深的一門學問耶 剛剛那個下午其實還會咬 嗯 但是我們的那個布丁哥呢 嗯 連放兩隻大魚 還蠻大的 看它凹著就知道 然後它就回家了 嗯 然後連魚也帶走了 對 把魚抓走 這樣不好啦 哈哈 然後我們後來就沒有消息了 就上岸了 好啦今天很開心文正來我們的頻道玩 然後它教了還蠻多東西的 大家如果呢你也喜歡釣魚的話 文正的頻道非常的棒 大家快去訂閱按讚分享 好 謝謝你來我們的頻道玩 一起教我釣魚 下次還是有機會 我們下次再體驗別的釣法好了 很多好 釣不完 釣不完 真的 中天財經頻道與前同行 連種會超音升級抗通膨 美國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 對 所以股市呢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現在通膨的回擊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呢 經濟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抵加啦 分析師林永年不藏私 投資新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先八點 中天財經頻道 全球政經中爆2月中榜登場 知名經濟學家 劉美學者 國內智庫專家 對您聚焦全球大勢 這一次跟避險經濟對坐 所以讓他們大陪 關注美中台關係 大陸的軍事力量 要開始突破美國的封鎖 地方或是民眾不同意 美豬或萊豬的進口 其實是增加政府的談判籌碼 掌握世界整理經濟趨勢 我比較擔心的是 大陸跟美國他們所採取的兩個政策 就先要處理日本核實的問題 對不對 你核實不處理的話 日本絕對不會同意要跟我們談 每週六日晚上六點正式上線 最頂級的豪車試駕 最熱門的新車常鮮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每週一週五晚間九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套中大佳理店 豬豬哥來聊車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點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五星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 珍珠包 石斑魚費力入將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